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63个办法 相当于中医 因人而异 辩证失智 那可不 你说这家有千里迢迢的来了 好像有从非洲来的 哪都有 他要一个话说不合适 能刚才倒那儿心梗 那还玩怎么办 都以为是真的 那当然所有来的人都怀着 怀着是真的的愿望来的 这是最起码 但是也有个别的 比如有的人来了以后就说 说我这是替我爸来的 这东西肯定是假的 我现在关键是必须你来说一句话 才能治我爸那病 我爸是不敢来的 今天有找到真的戏吗 有有有 真的也 偶尔也有真的 不是偶尔 我来的真的还算挺多的 大概真的能占到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四分之一 因为他来的人就是 觉得是 对 就跟你上癌症医院看病的人 大部分人都是得癌症的 他这个是趋向 他是选择过的 没错 他现在是找一个最高的权威 给鉴定一下 我不是说过年过节的 跑到这个公园里说 谁来了我都给你看 那来的基本都是假的 那是看手像的 但是你要是说 他是真的或者假的 你给的开证明吗 他是这样 这是假的就不需要 就唯品啊 验品这个不需要 如果是真的 真的可以开 开证明 开证明 那他拿着你的证明 就能去交易了 他做什么 我不管他 因为我没有权利去管一家 但是呢 我如果我们 我认为这东西确实是真的 我就很负责任的 去给他开一个证明 我为什么跟您提一件事呢 就是最近出了一个 哎呀 这个大的案子 已经上法庭了 上法庭 你知道就是 曾经 反正现在富豪往很多 有一个中国400富人 有个叫谢根荣的人 我没记错吧 好像叫谢 谢根荣的人 排名第163位 结果就怎么一大忽悠 这个谢根荣 他给银行 建设银行 好像是 给银行贷款 贷了大概六个多亿 是吧 贷六个多亿 后来这个银行行长 也发现了 有点不对劲 有点不对劲 有骗贷的嫌疑 就盗头公司说 你就得还钱 好嘞 他说 我钱多得很 我领你去看 俩玻璃柜子 我里边金铝玉衣 银铝玉衣 你知道什么叫 那个玉衣吗 方美 咱们可以看看 真的 这是中山竞王的老婆 姓豆 我们家豆娥的 豆娥的 这个金铝玉衣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中山竞王 刘胜的 刘胜的 这个出土的时候 拿玉片 金线穿成的 那当然是国宝了 对吧 但是呢 他说 他也有两件 然后问题就在于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鉴定 为什么银行行长都相信了 他拿出来的 可是前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 杨伯达 陈伯达的兄弟 杨伯达等多几位 几位 尤其是还有已经过世了的 史树清 史树清是什么人 史树清是全国鉴定委员会副主任 这一个副主任 他不是很多副主任 主任是启公 启公先生是主任 全国鉴定委员会委员 资深的文物专家 对 你想五六位 这个级别的这个专家 给他鉴定 而且估价 这几位专家说 24个亿 你这个资产 所以银行的也信 说我这24个亿的东西在这 我能赖你钱吗 银行说 那再带给你4个亿吧 你周转周转就有钱 还给我们了 现在彻底给一块端了 一块端了呢 我发现这事里边有意思了 还出来个叫牛福忠的人 牛福忠是什么人 也是你们行里的 我不倒知道这人 这说也是鉴定专家 但是牛福忠说 我可没管的鉴定 我就是给他穿起来的 他找来一堆玉片 我给他穿起来 说这玉片是哪找的 说是在他老家吧 在浙江那边找的 说这个玉片是真的还是是古的还是金的 反正说什么都有吧 他说我给他穿起来 穿起来 他要鉴定 我请的这些个专家 所以马先生这就得问问您了 这为什么这帮老专家 能够开估出24个亿 这个鉴定呢 我觉得 首先就是没有责任心了 就是24个亿这事是个笑话 为什么很简单啊 不要说这个事好像十年前了是吧 十年前 今天全世界中国艺术 最贵的是五亿五 那离24个亿 还有将近20个亿的差距呢 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 就说再说这东西价值连城 如果你用钱去衡量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个一定的价值 这个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价钱 这是一 第二呢 我想肯定也有从重心理 就是几个人在一起 反正有事赖不到我个人身上 我只占五分之一 就是把六分之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大家就从重了 再有一个就是不大好说 说了不厚道 就是可能还有这个事 就在这事上查明了 有正义 那边说呢 说我们给了每个专家一万多呢 结果问到这几个老专家 这几个老专家 咱们拿一万多 拿了几千块钱 是吧 然后他说呢 你说这就是中国学者 要不说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 你没戏 我当然说的武断一点 我就说中国人的这种默默糊糊 人情世故 这几个人琢磨着什么呢 就说去 大概经常碰见这种事 一企业老板 有一什么东西 他觉得呢 他也不是为了出去卖 就弄他一高兴嘛 说真的要鉴定 他得过手了 做各种检测 他说我们就是围着玻璃柜子 走了这么一圈 然后在场的呢 有十老 十数青老 十老最大 十老最权威 十老都给定了 说这没问题 我们也就跟着 就说没问题吧 反正我们也叮嘱他 你这个东西千万不能拿出去 我们是跟你这么说 但你不能拿出去卖 他说这是什么国宝啊 什么的 你不能交易 所以他们就觉得没事 我觉得可以这样当学者的吗 那现在很多这类事了 就是因为我去过类似的建定会什么的 对 你肯定参加了 建定会 他是现在有重要东西会出现建定会 因为建定会呢 你比如 那还好多年前了 咱也不说具体单位了 我去的时候 我一进门 那一人先C1信封 我什么意思 他说车满费 我说我有车 我就 因为信封也是钱 钱呢 有多少不知道啊 我也没看 但是不会很多 为什么信封的厚薄 他总是有的 对不对 我就 我觉得我说我有车 我不用 因为我觉得拿人家钱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就心里不舒服嘛 结果呢 这个建定会一开始 第一句话说什么呢 说这应该是给某某先生建定 这些专家都在 说这先生啊 今天中午我在大三岩请大家吃饭 这是建定会的第一句话 那我起事就走了 我就就是说上厕所 我就根本就不回来了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个很丢人的事 就是 知识分子 我觉得最值钱的是自己的尊严 其次才是你的技术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啊 一开始给个信封 给点钱 什么请客吃饭 这都是让我看很憋愤的事 我是 我不算知识分子 所以我这个 就还很爱惜自己 所以我就溜了 这这事我一发现我就走 您是不缺钱吧 我缺钱我也不会这么做 真是 因为咱就这样啊 就不是说不缺他那小钱 大钱更买不动 那大钱找我的人多了 嗯 多钱你能开口配合我 这事儿找 有的事人找我 没错 你知道现在啊 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中国的专家 为什么也臭着街了 他成行成事了已经 甚至就是摆明了的 你说他是真的吧 只要你开这个证明 我出去能卖20万 10%是你的 就按10%分给你这个专家钱 你这就等于联手合伙作案 他还有一个问题 是这个我们可能会忽略的 就是今天很多专家 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他的价值是他那帽子 你看我出来就是我自己 所以我肯定要为我自己负责 他不是他出来以后不是他自己 顶着故宫的帽子 他不一定是故宫的帽子 他顶的那个是单位的帽子 如果他没有单位的帽子 没人找他 他给人家钱 说我给你看人都不让他看 对吧 那么他就他这个帽子对他 就是这个单位的名声对他不重要 但是能变钱很重要 所以他就拿单位的名字去忽悠 现在我们出现的这问题 基本上都是大单位里的混事了 是这么个路子 有光美听这个有点听愣了 是吧 是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型的商业犯罪犯 就是说他这么大费糾章的 去弄了这么多的浴片 然后找了一个手工这么好的裁缝 帮他把那个浴衣给弄起来 然后拿这个去骗银行 我觉得真的是 我跟你说 你还不了解他下一步的智慧呢 他这个公司是怎么洗钱呢 这个谢根荣 他自己就变成了个收藏家了 然后说公司向他买他的金铝浴衣 你明白吗 什么叫骗贷呢 就是这公司向银行贷款了吧 贷了款之后呢 把钱给他 把他的金铝浴衣拿到公司来 这就算是洗钱了嘛 钱到了他手里了 东西是公司用这个银行的贷款 去买古董去了 你就明白吗 这样就叫骗贷了嘛 那他怎么能够挤进世界500强啊 当时哪都会呢 数据都不准呢 中国这个数据不准 我当时跟胡润还聊天说过 我说你老说这个中国富翁排行榜500强啊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排一个榜 这是大家都喜欢看的 就是中国欠银行最多的500强 他说他不敢弄 我说我估计在榜里还有一部分人在这儿里呢 对不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比如说他会有点有话 这说起这个博物馆 最近我看这个微博上 他们都在刺这个国博 知道我们国博吗 知道 在哪儿啊 不知道 我知道国家博物馆 最近做了很多展览 而且一系列 一直到明年 都有很多所谓很精彩的展览 那我考考你 你都不知道在哪儿 原来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他真不知道 他真不知道 在北京 我跟你看照片 你能说出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它是俩博物馆 原来 不这是革命历史博物馆吗 你看 它叫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 是两个 它这个名字写的好像是 你从来也没写过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没有 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 合二为一成为国家博物馆 就在天文广场上 你猛一看 跟人民大会堂 差不多 对了 都是那个建筑 但是现在 但是它重新整修 又整修 就彻底拆了重建 不是 就留了一层皮 没有 就是这一层皮 里头全是重建 你看看我们金碧辉煌的 你瞧一瞧 这是其中的一个会客厅 这叫什么厅 这叫同厅 好像 还有什么 下边我们再看看 这是砖厅 这是我们传统的砖墙 对吧 砖厅 我听他们整的这个刺 这个国博呀 就是这国博啊 就花费巨资 重新一开 对吧 不是说你不能搞 对吧 但是呢 就是连着 先搞了一个 这个 跟广媒有关系了 LV 路易威登的 跟我没关系 你经常走这个秀嘛 路易威登 紧接着 现在又是那个 宝格丽 两个奢侈品展 这个先言碎语就多了 当然有的人说 说博物馆做这个 也无可厚非 而且就像他的发言人说嘛 这个这些奢侈品 也一百多年历史 他的设计也有艺术性 对吧 但是呢 我发现有这个博物馆的 这个同行 我也有朋友 我发现人家就是说 可以理解 但不支持 就是说 你刚刚开始 你这么大一国家博物馆 你也不是国家奢侈品 博物馆 你等一个二个 你弄这个 所以微博上 你知道他们现在都给这个 国家博物馆改名了 说不叫国博 叫国贸 这是奢侈品吗 这个马先生 您有评论吗 我觉得 这个作为国家级的博物馆 尤其大馆 花了二十多亿纳税人的钱 开展的这两个展览 我觉得是欠妥的 为什么呢 就是翻过来 你拿纳税人的钱 做的国家形象的博物馆 然后被别人利用 又翻过来再赚中国人的钱 这事往大了说 有点有辱国格 我们的商品想到大都会 大英博物馆是进不去的 不可能的 国家还有一个文化尊严问题 这个一定要想透了 为那点小钱 他再怎么说 他是为钱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最好 最好是不做 广美也肯定觉得应该办 是吧 要是这人广美刚参加了 也是一世界名牌 在台湾的 这个发布会 你在发布会 他不可能是在博物馆 对 我觉得这个是时间跟地点的问题 对 而是你知道像 诸如此类的展览 在纽约 有很多所谓国家级的 那种博物馆 他来办这样子的活动 那刚刚您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 自己的产品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那种几百年历史的 珠宝品牌 或者是一些这种所谓的 因为在我们眼中 他们只是奢侈品 但事实上 他们一路走来 也花了一两百年时间 在进化 他们其实 就是像有一些 这种所谓的 法国的奢侈品牌 他们怎么样来做 这些展览 其实是要大费周章的 他们可能要去跟一些 中东的一些富商 他们可能已经收藏了 这件东西 他已经收藏了 是他家族遗留下来的东西 他必须去给人家情商 借回来拍照 然后送去那个 所以对他们来讲 但这样的展览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只是单纯的一个商业展览而已 他们就说 有看过这个LV的展览 就说 这国博还真的应该学一学 他的这个展出的这个设计 这个整个的这个光 这个摆陈列 确实是非常用心 说走到他这个国博 当然他有自己的馆藏的这个东西 就感觉这个摆的 当然有些行家 但我也不懂 人家的感觉就有点乱七八糟 比方说挂的那个满墙的油画 他显然是学卢浮宫 卢浮宫好像有那个一大面墙 挂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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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但是我没有去看啊 我是听他们说 他说这什么分放在这儿 这么挂就觉得那么 有点不对劲 是不是人家法国的那种挂法啊 是个沙龙文化下 这么看的 这么一整个的一个文化体系 对不对 对 我们要是不是这么挂呢 很突兀 很突兀 就是不一定说 就你再好的东西 它分你周圈的环境 你是你把那蒙特丽莎直接摘过来上咱们这个某乡村的什么 的 私团 私团的一官 那肯定怪怪的 很怪吧 对 对 是吧 都是王母娘娘 对 所以他这个 我觉得像做这样的展览 就是这种商业化展览呢 我觉得尤其是国家博物馆要注意 其他的商业博物馆 博物馆它分商业和非商业的 这个国家博物馆显然是非商业博物馆 你做这种品牌的展览 无论怎么说 你肯定是商业目的 不管你是什么目的 它一定是商业目的 它绝对不是跟你做文化交流 尽管它是一个文化品牌 我们也对这些西方的 百年以上历史的文化品牌 予以尊重 但在我们的文化面前 这个还是很低的 尤其在纯文化面前 他们说 就说这个 你这个 如果中国有个中国工艺品博物馆 这个可以 因为它这个奢侈品牌 是有艺术设计的这种成分 但它毕竟啊 还是个这个消费的 这么一个工艺品嘛 你不是买着赚了 中国人很多钱嘛 对对对 这说妈妈 比如说 有人在微博上说 说我是做妈妈的 我星期天 连我的小孩 到国家博物馆去开开眼 对这很厉害 我的孩子 看到的是 LV Bergari 这是他最初的印象 他觉得这也很惊艳的 是吧 而且 但是实际上真的 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馆藏啊 我是听他们有的博物馆 那个某博物馆的副馆长 跟我讲 他到另一个博物馆去看 一塌糊涂啊 他说 你到他库房去看 按说 他这很多 这是国宝啊 可是我们 是怎么 咱看不见库房啊 他说 能有这样的事 我一去那 一看 上班的时候 开空调 就说他这个库房啊 比如说夏天 剩下很热的时候 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啊 这库房已经是38度了 好 开空调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 26度 然后下班的时候 有关空调 夜里就又三十多度 他说 与其这样 你还不如就就横温呢 这样的热帐冷缩 他说 这就是 就弄成这个样子 我想马爷对这个了解的更多了 对 他这个 这个博物馆是一个专门的学问了 他这个 你去看啊 他的商业展览 一定比他的文物展览要抢眼 这是肯定的 还有商业因素进去 你做文物展览 不能掺杂商业因素 最简单的事 灯光照射不能强烈 你肯定比不过他那灯光 他那包 他们拿什么灯都敢照 对不对 咱那是灯有要求的 超出一定亮度就违规了 对文物就开始损坏了 所以肯定你给大众 就你刚才说家长领的孩子 这最可怕 到了国家博物馆 看到是一些西方的商业品牌 尽管它有文化 我们不否认它的文化 但是跟我们传统意义的 我们的文化的博大精深 厚重 跟它比起来 微乎其微 但是它给你的印象是强烈的 而且它一定站住你最好的位置 这个我们要考虑后果的 咱也不懂 反正闲人瞎议论 千千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凤凰精选 回顾911 总结十年反恐之路 直播美国911十周年纪念活动 在纽约市立直播室 邀请亲历911事件的见证人 讲述他们的故事 凤凰卫视经为主播记者 出动事发现场 同步连线纽约香港 并跟进世界各国纪念活动 911十周年特别节目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欧派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 愿病者创造厨房一体化 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我选欧派 有家有爱有欧派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青岁湾 海景公寓 独动全球发售 现在中国很多地方 那真是刨坟掘墓 那家伙你知道 现在最近的盗墓 已经到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光美你瞧见没有 这是一个古墓葬的盗洞 但是你仔细看 那里头黑 不是古人的棺材 是个现代人的一个棺材 你知道吗 就在河南 洛阳附近 是不是有个地方叫盲山 盲山 过去古代的时候 很多王公贵族 集中葬在那 都说是生在什么苏杭 葬在盲山 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到的 那的早就冻 都空了 空了之后呢 为什么现在有些部门就开始注意这问题了 村民觉得那风水好 把自个家死了 人家棺材就放在空洞里 从这个盗洞里把自己家棺材放进去 你说这玩意挺有意思 然后就是说 说你们真要聊盗墓的事 我们这已经到空了 没有什么可到的 可是我们村里有人干这个 那是祖传的 说一把洛阳铲呢 马家什么叫洛阳铲 洛阳铲是早年发明的盗墓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 今天被所有专业者 专业工作者来使用 就是这东西最早是一坏人发明的 现在是好人坏人一块用 那个洛阳铲的那个盗墓的速度非常快 它是首先就探这个土层嘛 他凭经验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墓葬 他就迅速的就打洛阳铲 洛阳铲是一个斜的啊 像个马蹄状 据说发明就是看马跑起来的时候 那个蹄子老带去吐来 所以根据这个发明的就是这么打 一个一个正常的牢里 就一会儿能打下去几米山 他打一个洞 然后他把那土提出来以后 一看土就知道这底下是什么 所以现在这道墓已经到得非常专业 而且呢有国际金融资本进入 基本上都是订货的 他们说现在公安局都说了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 因为有这个金融资本介入 就等于说这大老板 没准在某国呢 我要什么什么 你看一旁人半夜 陕西有个地就被挖塌了 然后这东西 他现在速度越来越快 他到过去到一个动物很长时间 现在很快一两天 我刚才还在问那个吗 说已经这么多年了 还有东西到吗 而且他们有什么那种专业的探测仪 他可以去查到你下面有什么宝物 对是他凭经验就知道 现在乱到一个吗 咱俩去啊 带着个馋子 给人家摆里头去 现在是陕西那边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就这玩意太来财了 就将会有几代人的生命 给人家摆里头去